窝囊是我的伪装 娘娘我爱过一双 原来最怂的温太医 竟干着最狠的事 温石出才是甄嬛传里最疯狂的吧 谁能想到表面上 活得谨小甚微的温太医 竟然成了狂徒了 唯唯诺诺干着诸九族的事 现在再看甄嬛传才发现 温石出该干的不该干的全都干了 但连出来一件都是可以判刑的程度 这得亏是蛮的好啊 在缓缓没有选秀进宫之前 就在庙门口向缓缓求婚 这不是和皇帝乔女人吗 当然这事她也没少干 梅姐姐在进宫后 虽然和四大爷琴瑟和鸣了一段时间 但是被陷害甲嬛争宠后 对四大爷的感情也不敢奢望了 基本就是一个死心的大状态 太后想撮合四大爷和梅姐姐和好柔出 就送了一壶暖清酒 结果四大爷和梅姐姐 两个人都不愿意下台阶 普通快就找太医 朕又不会治病 四大爷这句话也只有梅姐姐听进去了 梅姐姐借酒消愁 整天清洗克制又有什么用 我就不能醉毁了 温世初 要不说采月就是有眼力劲呢 温世初容我放肆 也放肆多回了 该说不说 桌子上的菜别太应景了 而且在缓缓去甘露寺修行的时候 和果子里定情后就有了双生子 咱温太医这可坐不住了 赶紧帮忙给孩子上四大爷家的户口 当上了数学家瞒着四大爷 全局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秘密 跟缓缓汇报的时候 要说你的胎六个月 梅姐姐的一个月 对梅庄说 你的胎两个月 皇二的五个月 对四大爷和太后说 西贵妃五个月 会贫一个月 这事要是说错一个字 都是要掉脑袋的 根本办不了一点 我取快递在驿站门口 都得看三遍取剑码 温世初还教导出了 帮助缓缓屠龙的魏林 好好好 温是她的姓 癫是她的命啊 全局最癫的就是她 结果看完剧后 还觉得她是老实人 果然温太医 就是深藏不漏 好 谢谢观看